你不会真的以为所有圆形草丛蛋仔都可以走进去吧 快看 猫和老鼠乐园左侧入花袋中的圆形草丛 蛋仔可以走进去躲起来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蛋仔岛中的所有圆形草丛蛋仔 都可以走进去躲起来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蛋仔岛中还隐藏着一个会打蛋仔的恐怖圆形草丛 所有想进入这个圆形草丛的蛋仔 都会被它打出去 你们难道不好奇会打蛋仔的圆形草丛 它究竟被官方藏匿在蛋仔岛的哪里吗 众所周知 猫和老鼠乐园左侧的三个圆形草丛 蛋仔都是可以进入的 它们不会打蛋仔 如果你也在圆形草丛中玩耍过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蛋仔岛中的大多数圆形草丛 不仅可以让蛋仔走进去 甚至也可以让道具穿过去 比如特发公司左侧的三个圆形草丛 它就能让道具弹球从圆形草丛中穿过去 我的蛋仔把手中那个弹球丢进了圆形草丛中 瞬间弹球就从圆形草丛中穿了过去 没有任何阻碍 只有蛋仔大声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隐藏起来的这个会打蛋仔的圆形草丛 它究竟被藏在了哪里呢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猫和老鼠乐园 乐园间中国的左侧 发现了这个恐怖的圆形草丛 我的蛋仔此时想进入圆形草丛中休息 蛋仔刚靠近它 就瞬间就被它打了出来 根本就进不去 圆形草丛四周根本就没有进出口 所以这就说明 其实蛋仔岛中并不是所有的圆形草丛 蛋仔都可以进去 官方在猫和老鼠乐园中 还隐藏了一个恐怖的圆形草丛 只要蛋仔想进入这个圆形草丛 就会被它打出来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